1月5日,张子怡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分享了自己生亡后的经历,写出了一张本儿子未来的照片,写到自己遇到生理性障碍。 这是所有无辱未养的宝纳们最摧残的酷刑,称自己身心形的时候,就遇到过一次痛不欲生,双入像坚不可摧的岩石。 此外,张子怡表示,自己早就向老师讨价,对方也告诉自己如何去度过这段时光。 张子怡大方分享了出来,在这个阶段也要避免吃过多的容易胀奶的食物,一般如萝卜汤、鸡汤、棒骨汤、猪鸡汤等,特别是含水分大,营养价值又高的食物,更是加油打气表示自己一定会克服状态,自己会坚持住。 从今张子怡已经40岁了,能够拥有一个儿子凑齐好字,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好消息。 在1月3日,张子怡生完孩子第三天公开了这个消息,再次升级为爸爸的汪峰,也发往感谢了自己妻子生下了可爱的儿子,言语中满是激动的心。 行,在张子怡生孩子的时候,汪峰就全程的陪伴着妻子度过这段时光。 这次自然有网友问道,汪峰老师在干什么,张子怡开心的回应道,帮我揉脚在妻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汪峰老师时刻陪伴在左右,这样的举动也是十足的暖心了。 由老公暖心的举动,张子怡虽然在痛也配上了一个开心呲牙的小表情,想必心中也是非常受用的吧。 在张子怡晒照宣布生下儿子的时候,汪峰与女儿醒醒,都陪伴在她的身旁。 有了家人的陪伴相信,张子怡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,期待张子怡能够早些饶过苦痛,小宝宝快快乐乐地长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